大家好,我是文维 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一段视频 是习近平以前说的一段话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什么叫一语成谶 这就叫一语成谶 习近平不说吗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现在他真的把整个中国民众给惹翻了 现在整个中国社会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到了 太多太多的视频图片文字被传出来 然后最近我看在网络里面有一个口号被喊出来了 这个口号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叫什么呢 解封全中国 解封全中国 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口号叫解放全中国 现在这个词解封全中国 我觉得这可能应该是中国14亿民众集体的一个诉求 对不对 这说的太好了 然后还有包括像昨天我提到 这个就是这个白纸运动 很多人拿着白纸表达自己的心声 很快 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就全都传开了 那么如果大家喊这个口号 解封全中国 然后拿着白纸 这个力量就会非常的 巨大 它就会给当局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很多人就真的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从昨天到今天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很多视频都很感动 我也是很感动 对吧 在中国大江南北 从这个郑州啊 西安啊 到这个北京 天津 上海到广州 武汉 成都 重庆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的高校大学生都站出来 表达自己的声音 真的是山雨欲来丰满了 我这气势不得了 真的 让人看了以后真的感觉很鼓舞 好像中国真的要变了 要变天了 这个时代要变了 新的时代要开始了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整体上就是说 来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就是昨天有一个在韩国的中国人给我发信 就说在韩国的大学里面 就有中国的留学生 开始建立一些群组 在网络里面 然后要求就是组织大家 可能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一起出去集会 支持中国的这个民众 就是韩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 这个我看了以后 真的非常感慨 因为什么呢 在2019年当时有很多韩国人支持香港民众 然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就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去迫害人家的海报 或者是迫害人家的横幅 包括2008年那时候 我记得也很清楚 当时北京奥运会 当时火炬传到首尔的时候 很多中国留学生非常不理智 跟韩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发生冲突 这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经过了这前十几年的时间 走到今天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要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要对国内的民众支持 这个让我感觉很感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最近看中国国内的就是朋友圈 我的朋友圈 国内朋友亲朋好友见的朋友圈 真的是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 第一次这么多年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下台的这样的反动口号 头一次看到 以前在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岁月静好 大家就是吃吃喝喝 吃喝玩乐都是这些 就很少有涉及到政治的话题 就最近这段时间 朋友圈特别的活跃 然后真的是让我很吃惊 第一次看到了反共的这样的口号 而且很奇怪的是什么 就这样的文字出来以后 他把图片贴出来以后 就是没有人管 对吧 然后那个图片还能随时看 随时访问 然后在这朋友圈里边 有人就说了 不要发这样的 我们怎么怎么样 让别人都很生气 对吧 大家都现在心态都已经变了 对吧 从我的朋友圈 从韩国到整个中国 整体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成了燎原之势 当然我讲到这儿 有很多人就说了 你不用太乐观 只不过就是一阵风而已 很快就过去 我发现这样的声音总是很多 就是说中国人不行 中国人很软弱 中国人很无奈 大家就这么一下 也没有组织一番散沙 对吧 然后体制这么一镇压 也就这么过去了 也就全都过去了 对吧 你们也就是为了流量 在这儿就是胡说八道 反正就是总是有这样的声音 怎么说 这一次我觉得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这次我觉得 他最终是一定要建一个分晓的 没有不建分晓 这事完不了 可能中间 对吧 有一些就是大的镇压下来以后 老百姓会平息一段鞋 但是很快还会起来 为什么 痛苦的根源没有结束 对不对 你被老百姓又被关在家里面 对吧 总方针要大行其道 怎么生活 怎么吃饭 是吧 说白了就是活不下去了 那怎么整 对不对 这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 全国14亿人都是面临一样的情况 人太多了 而且未来的情况会每况愈下 会越来越难 是吧 物价会越来越高 存款会越来越少 对吧 然后房价也会往下跌 各个方面 老百姓的生活处境会越来越难 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那些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可能也就不怕了 人家很多负债的那些人天天被人要债 天天被银行催着 他什么心情 他可能也不想活了 真的是 对吧 我就豁入去了 对不对 我就为了自己的权益 我就往前冲 对吧 他可能真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说这些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真的清醒了 别的说就这两天 卡特尔世界杯 对吧 很多中国人都看在眼里 人家那整个赛场那是几万人呢 就一起欢呼 雀跃 然后不戴口罩 你说中国人看了是什么心情 我们这边还被关在家里面 什么心情 他就会非常清醒 他一清醒以后 他就会非常愤怒 为什么愤怒呢 被别人愚弄是一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 比如说在2019年 自己还有一个小家小业 还有点钱 有房 对吧 有自己甚至小公司 对吧 有自己的产业 经过这三年这么一折腾 啥都没有了 现在 然后还有很多负债 你说对于很多这样的人 他什么心情 是吧 你们这三年 你们要不折腾 我日子还过得很好 你们这么一折腾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每天过得生不如死 对吧 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就这种无边的痛苦 不断深刻的这种痛苦 然后加上他这种异常的愤怒 你说这些人 他会做什么 能做什么 而且人这么多 你说你的维稳力量介入 维稳力量 你这些人 首先中国的资金 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不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 对吧 他这个亏空太大了 没有那么多钱 给这些维稳力量了 那这些人 他会跟你好好干活吗 他没准真的 你拿不到钱 人家真的没准反割一击 人家站到老百姓 那个队伍里去了 我现在很多老百姓就劝了 你们得站到我们这里来 对不对 都在这么说 是不是 再说 现在全 他不是说一个局部地方 他是全国性的 到处都在起来 是不是 你怎么维稳 你有那么多人吗 是不是 你这边 对吧 西安起来了 郑州又起来 到处都是 你有那么多维稳人员 对吧 就算是你集合了 那么多维稳人员 让他们去维稳 你不得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你怎么能突然之间 能拿到那么多钱呢 是不是 这都是问题 而且现在有一个 跟以前不一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网络特别特别发达 有些很多年轻人 但是他们对网络的熟练程度 是非常熟练的 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传递他们的这种信息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现在这些网管 对吧 这些很多管理网这些 好像也不怎么管 像我刚才说的 我的朋友圈里都出现了 反共的言论 没有人管 就可能放着 对不对 你说这信息传递的多快 一个地方发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互相彼此鼓励 共同团结 这个力量就太大太大了 是吧 就一张白纸 他就能让体制瑟瑟发抖 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 那么还有最后 习近平他会怎么做 习近平他也没有退路 他没有退路 他真的没有退路 他就要不停的加速 不停的加速 这是他的宿命 他就是不停的加速 他肯定会做出一些 火上焦油的这样的事情 让老百姓更加的愤怒 让更多的人更加团结起来 反对他 也反对这个体制 所以说我觉得吧 这次这个事情 可能相对可能会 有一段时间会平衡 但是他整体上的趋势 我一直讲 这个事情的趋势 就这么发展 他肯定会不断往前走 总仗也得算一算 不能不算了 中国老百姓也真的是受不了了 再这样下去 真就是活不下去了 咱们就慢慢看吧 现在是一个 见证历史的一个大大时刻 我们来一起 来好好看一下吧 好 这一集就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